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晒出星空图片,喊话来看星星,发文时间寓意很甜蜜。 说起杨子,可能很多粉丝们想到总是忍不住会甜蜜的微笑, 她就是这样一个甜美的女孩。 而在近日,她也总是时不时地出现,给我们带来惊喜。 而这次,则是带给我们她看到的天空。 24日,杨子带上你有多久没看过星空了的话题发文称,来看星星。 还加上了一个可爱的星星表情,并未知配上了一张夜空的图片。 图片中的夜空是蓝紫色的,远处有山,近处有树,还有抬头可见的星辰, 那点点星辰就如宝石一般点缀在优雅的夜空中,一切都显得妙不可言。 知此一张图我们仿佛就看到了杨子看到的世界, 那一天她或许是刚刚下班,一天的工作让她觉得非常的疲惫, 但是当她抬头的时候却看到了这美丽的星空, 她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也不觉得疲惫了,好美呀。 她忍不住在心里感慨了一句。 接着突然想到这么美好的事物不能光自己看, 还要与自己几千万的小子米们一起分享, 于是她拍下了这张照片,寄托了自己的感情, 发到微博上,让所有的子米们都看到, 我们都在同一片星空下,彼此守望,虽隔千里,心在一起。 而比这星空美图更浪漫的还是杨子的心意, 不知道子米们有没有注意到杨子发文的时间, 这个时间的寓意也是非常的甜蜜的。 发图的时间是24日的21点21分, 21就是爱你,那2121就是爱你爱你。 这份甜蜜或许只有子米们才懂吧, 这份浪漫也随那片星空定格在那张照片之中了。 而杨子发文后,我们的贴贴小天使也是迅速行动起来, 转发了杨子的微博,并配文称, 晚风浮动,初夏的星空长半入梦, 没有新的营业怎么可能蒙混过关, 于是粉丝们则是在评论区吐槽, 你不要转发看子妹看星星, 你要发看星星的子妹。 还有一些网友们则是要求视频营业, 是的,谁不想看小猴子的视频营业呢? 不过想来杨子是没这么快解放的了, 毕竟长相思可是大制作, 没有几个月的拍摄是初步了。 我们也只有望子星探了。 不过可不单单我们在等还有好多人也在等杨子的新剧, 从代播剧角色热度排行就可以看得出来。 5月25日,爱曼数据公布了24日代播剧角色热度排行, 杨子就有两个角色入选前十, 其中就包括排在第二长相思中的小妖闻小六 与即排在第八成香如蟹中的炎蛋。 居然有两个角色进入前十, 而且也只有他一人是两个角色进入代播角色热度前十的, 杨子是真的很棒了, 真可谓是万众期待了。 如此, 相信剧方也看到了群众们的呼声了, 希望你们能够积极响应, 该拍的快点拍, 该上线的赶紧上线, 说的就是长相思和沉香如蟹。 别让我们等太久, 赶紧上线吧。 杨子戏里戏外差别大。 童年穿搭时尚可爱, 戏外却最爱一身黑。 由于亲爱的、热爱的的热播, 杨子在这个夏天可以说是红到发紫, 在这部剧中, 除了好看的剧情和他出众的演技外,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在这部剧中的穿搭, 不得不说杨子因为出演这部剧颜值达到了巅峰。 那么他戏里戏外的穿搭差别有多大呢? 杨子在这部剧中所扮演的童年是个性超萌的学霸, 所以他的穿搭基本上就比较突出体现呆萌和乖巧, 所穿的衣服大都颜色鲜艳且休闲, 就像这件紫色卫衣, 让杨子看上去皮肤白皙粉嫩, 给人感觉真的超好看。 在这部剧还没播出的时候, 小表妹就被这张剧照中的杨子圈粉, 不得不说这件黄色衬衫真的很适合杨子, 整体休闲又不失时尚感。 在这部中, 杨子很大胆地尝试各种鲜艳色调的衣服, 粉色显嫩, 蓝色也不失呆萌可爱。 在这部剧中, 毫不夸张的是杨子每一套衣服都很经典, 这样呆萌又带点时尚感的学霸萌妹, 小表妹相信没有人能拒绝的了, 更何况是单身依旧的寒伤炎呢? 杨子在戏里穿得那么美,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他衣品又如何呢? 想看杨子的私服穿搭, 最简单直接的就是看他的机场照, 和戏里相比, 生活中的他是比较低调的人, 所穿的衣服大都以黑白灰为主, 穿着黑色皮外套搭配牛仔裤是不是很路人呢? 不过这就是杨子。 作为女艺人, 杨子本该把机场当秀场, 每一套私服都要按走秀的标准来穿才合乎常理, 不过明显Wooley小猴子并不这么认为, 他的私服可以说是简单到极致, 穿着没有任何设计的白色卫衣, 搭配简单的牛仔裤也自信满满, 对大多数人而言杨子穿的这样普通的确不太像明星。 全身黑可以说是杨子出行的标配, 他没有背大牌包包, 而是拎着手提袋就完事了。 即便是夏天, 杨子的私服穿搭还是很单调, 依旧是一身黑的打扮, 这点已经不是像不像明星的问题, 都说爱臭美是女生的通病, 但在杨子身上, 似乎看不到这点, 或许这就是圈内男星经常把他当哥们的原因吧。 戏外的杨子也留着和童年一样的发型, 但因为穿搭过于普通, 再加上戴着口罩, 小伙伴们是不是也觉得杨子戏里戏外, 判若两人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